12月29日,浙江温岭市环卫工人举行流行和罢工 抗议当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放工资 致使他们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活 参加罢工的环卫工人李先生表示 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不高,还被层层客扣 而最近三个月竟然一直没有发工资 工人们已经没法维持生活,而政府却推托不管 当地人士金先生表示 这些环卫工人已经到市政府多次上访 但是市政府和具体管理环卫工人的城管局互相提皮球 据悉,当局连扫帚都不给环卫工人们发放 工人们扫接的扫帚都是自备的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杨洪山表示 现在的环卫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 工资偏低,工作量大,很多福利大于都没有 而当前的物价在不断上涨 他们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温领市当局辩称,没有给环卫工人发工资 是因为财政紧张,他们已经预知了明年的财政 但是温领市在中国大陆百强县市中 列21位,环卫工人们怀疑 他们的工资被官员们挪用了 新唐人记者雄斌张雅荣采访报道 接下来,环卫工人们的工资